男人戴着防毒面具躺在地上 双脚作为支撑且拉开了弓箭 弦上还有叙事待发的箭头 而他的目标正是前方觅食中的野猫 即便他很是警觉 可还是没能逃脱男人的猎杀 眼看野猫已经无法动感 男人这才来到他的跟前 随后提着野猫就此离开 而这就是末日题材电影《爱丽之书》 在未来的世界里 战争导致大气层遭到破坏 太阳直射让无数的人类死去 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存了下来 然而幸存下来又并非幸事 由于地表环境十分恶劣 大部分城市已经沦为废土 幸存者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 暴力血腥的掠夺事件 时常会在贫瘠的土地上发生 为了让世界重回文明秩序 男主爱丽带着使命一路朝着西方前进 在路上他会搜寻可用的资源 也只有这样 他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 打开其中一扇房门 眼前惊悚的一幕 让爱丽也是吓了一跳 但也只是短暂的几秒而已 毕竟这种情况已是习以为常 随后上下打量了一下尸体 发现他的靴子貌似还不错 随后迫不及待将其换上 并在原地高兴地跳起了舞步 有了满意的可用资源 接着在房间升起火堆 而开头猎杀的野猫 也就成了此刻的果腹之物 其中滴落下来的猫油 还能防止因暴晒而导致的嘴唇发裂 如此美餐一顿过后 爱丽拿出随身听 戴上耳机享受美妙的音乐 随后又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籍 发现电量已是消耗殆尽 为了补充电能 她穿上衣物继续前行 然而路上却是遇到一个求助的女人 女人的推车坏了 想让爱丽帮忙维修 可爱丽并没有选择答应 哪怕女人搔手弄姿脱掉外套 依旧没能打动爱丽的心 这不是她不愿出手相助 而是她知道这就是一个陷阱 果不其然 几名壮汉见爱丽不上钩 不得不出来用武力威胁 他们想要爱丽身上的背包 但爱丽并非是个软柿子 解决完这帮强盗 爱丽继续一路西行 转眼她来到一座小镇 这里虽然破败不堪 可却居住着不少的幸存者 然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市场 推开一间房门 这里是小镇唯一的杂货铺 为了能给电瓶充满电 爱丽需要用物资来抵冲报酬 只是充电需要数个时辰 不得不在小镇稍作停留 加上随身携带的水源已经不够 为此她又来到对面的酒馆 然而她一个陌生面孔 引起不少好事之徒的注意 可爱丽对此并不在意 她拿出水壶 来到吧台想要将其灌满 然而在等待之余 一只宠物猫出现在吧台之上 爱丽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 不光惹得猫不爽 就连猫的主人也要做她一顿 那只猫来这两年了 它比你更有资格待在这 我不想惹麻烦 真可惜 爱丽并非暴力之徒 全因路上见过此人滥杀无辜 这才出手教训她一顿 只是在这里出手伤人 一旁的小混混可不管那么多 围住爱丽要她付出代价 那她只能是选择大开杀截 爱丽的大杀四方 引起了帮派老大卡奈基的注意 她看中了爱丽的身手 想要将她招入麾下开疆拓度 可是爱丽没有选择妥协 她的使命是一路向西 不会因为名利就此放弃 然而卡奈基为人比较圆滑 她让爱丽在酒馆住上一晚 考虑一个晚上等明天再说 随后把爱丽送进一处房间 并派来手底下最漂亮的妹子索拉 这是想用温柔香挽留爱丽的心 可爱丽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 她岂能被美色给迷失了心智 想要将索拉给推出门外 可她确实要求着留下来事情 原来索拉还有一个失明的母亲 一直被卡奈基攥在手里 如果就这样被推出房间 她母亲就免不了一顿毒打 得知事情的真相 爱丽只能无奈将其留下 只是索拉无意发现床上的书籍 加上爱丽紧张的神情 这越发勾起她心中的好奇心 她想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但爱丽并没有直接告诉她 而是让她在餐前跟着自己一起祷告 只是对于几乎断了文明的索拉而言 她并不知道这就是圣经里的内容 而床上的那本书就是圣经 也是如今世界仅存的孤本 爱丽之所以一路西行 目的就是要将她送到安全的地方 有了这番举动过后 两人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 待早晨索拉来到母亲跟前 她又把学道的祷告交给了母亲 一旁的卡奈基看到这一幕 她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得到爱丽手上的圣经 她急冲冲来到其居住的房间 这才发现已是空无一人 而此时的爱丽拿回电艇 正在她要打算离开之际 却是被卡奈基拦住了去路 我是说我想要那本书 还有你 为什么为什么想要 那本书帮我长大 我了解它的力量 如果你看书你也了解 所以战后他们把那本书烧了 活着就是一种信仰 建造这座城市更是一种信仰 想要做大做强 文化信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卡奈基想利用这种信仰 让更多的人为她卖命 让爱丽岂能如她所愿 果断拒绝过后 随即转身离去 如此就消耗了卡奈基最后的耐心 现弹枪无意击伤了卡奈基 这让小弟瞬间没了战斗之意 加上爱丽的枪法十分了得 心腹光头自知不是对手 还算聪明的她让爱丽就此离去 只是还没走出多远 索拉却是追赶了过来 她争得了母亲的同意 想要跟着爱丽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但爱丽并不想带着她 因为她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为了能留在爱丽的身边 索拉带着她来到一处隐蔽的水源之地 虽然是装满了水壶 可爱丽反手就把她锁在了里面 不是她忘恩负义 而是前路慢慢带着女性真的不方便 然而爱丽离开后不久 脱困的索拉却是再次追赶了过来 女人独自行走在路上 可一旁却是传来求助的声音 热忱的索拉看了看情况 于是决定上前询问一二 我没事 你走吧 我会没事的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真的 我很好 我要找男人帮忙 不是你 你快走吧 快走吧 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可惜索拉没能理解意思 女人还想小声挑明用意 一旁却是走出几名镖形大汉 当索拉发现之时 可是此时已是为时已晚 她被几名汉子拦住去路 接着又被拖进了管道之中 哪怕索拉拼命挣扎 但却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就在汉子要脱了她的衣服之际 好在救星及时现身 要不是爱丽的出现 索拉估计就要交代在这里 有了此番经历过后 索拉或许会明白一个道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由于她铁定了要跟随爱丽 爱丽也只能无奈地带上她 然而两人离开后没过多久 卡奈基却是寻着踪迹追了过来 这次她携带了重型火力 势必要抢夺爱丽手上的圣经 只是爱丽此刻并不知情 一路行走之余 还不忘到处搜寻一些可用物资 在这片荒凉之地 眼前破旧的房屋是独一份 就当两人靠近之时 一旁树立着禁止擅长的标牌 可惜爱丽并没当作一回事 两人来到破旧房屋跟前 这是想搜寻可用物资 但为了安全考虑 爱丽提前拿出现弹枪 可发现房门居然被反锁 就在她试图打开房门之际 危险却是在朝她慢慢靠近 你们是谁 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高明的陷阱 房屋主人就是用守株带兔的方式 轻松将爱丽两人拿下 看着两人也不像坏人 于是邀请爱丽进屋喝茶 如此两人算是暂时得以脱险 转眼老太果然端来几杯热茶 可奇怪的是 她的手总是抖得不停 爱丽看在眼里 但她并没有直接说明 随后在一番交谈之中 发现老头是个设置机关的高手 不然无法在这末日世界存活 她为了展示自己的厉害 刻意带着两人观看后花园 只见这里有着十几个小坟包 埋着的都是想霸占房屋之人 一番得意过后 老夫妇率先进入房屋 爱丽这才小声告诉索拉实情 你走了 这些人都是被他们死 他们不仅杀人还吃人 本以为能就此离开 可发现更大的敌人已经追赶了过来 不得已二人又返回屋内 而老头也是个明白人 知道敌人来者不善 于是拿出家里储藏的武器 这是想以此消灭来犯之敌 然而赶来的塔奈基先礼后兵 他现在只想要爱丽手中的圣经 只要乖乖配合 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伤亡 爱丽见他既然想要圣经 于是扔出一本书籍一样的物体 当心腹捡起后 发现这居然是一个改造后的炸弹 一时间双方在原地骄舞 只是各自都有抵挡之物 但破旧的木屋 并未难住火力更加强大的塔奈基 只见光头拿出火箭筒 只是一枚火箭弹射出 房屋就被炸出了一个窟窿 运气不好的老台 被直接炸死在原地 但这还没完 只见卡奈基又献出重型火力 随着机枪的不断扫射 密如雨点的子弹便朝着几人射来 其中老头还想替老台报仇 可惜他并未如愿 反倒被树枚子弹击中身体 就是在如此强大的火力之下 爱丽压根没有反击之力 不但被卡奈基活捉 还被他夺走了圣经 在离开前 又赏了爱丽一枚滚烫的子弹 随后带着小弟就此扬长而去 只是他们不该带走索拉 虽然她与爱丽结识的时间不长 但爱丽好歹救过她的性命 为了能返回搭救爱丽 她偷偷勒住司机的脖子 如此便导致车辆在道路上策反 看着卡奈基掉转的方向 索拉及时抛出一枚手雷 虽然被卡奈基及时闪避 可身后的车辆就惨了 索拉知道敌不过卡奈基 不得以她驾驶车辆急忙逃离 而卡奈基见圣经既然已经得手 加上汽油不足以追击索拉 索性也就放弃了追击 而索拉返回刚才的小屋 发现爱丽已不在原地 于是她果断一路朝着西方前进 没过多久果真找到了她 虽然她腹部中了一枪 但她心中的执念 让她继续朝着西方前进 要不是索拉及时赶到 估计她很快就会死在这路上 经过对伤口一番处理 爱丽的状态也恢复了一些 但眼下没有医疗条件 她只能是苦苦支撑着一路西行 也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 荒凉的土地迎来了些许的生机 直至车辆来到金门大桥 在断裂之处被迫停止了下来 爱丽看了看不远处 嘴里不断念叨着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然而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只见不远处高楼林立 像似人类得以保留的一片乐土 坐上小船慢慢朝着海岛靠近 这里被称为是重新开始的地方 只要把圣经带到这里 她就能得到重制和印刷 虽然爱丽没能带回圣经 可几十年的行走下来 她已经把圣经熟记于心 在学者的记录下 圣经被一点点记录了下来 或许是心中的执念就此放下 重伤的爱丽在不久后安然失去 而夺走圣经的卡奈基 并没有因为书而得到救赎 当她打开圣经的一刻 发现里面记录的都是盲文 一时间她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 早知道如此 她就不会损失那么多手下 去夺这样一本书 由于她的手下都死在了路上 这导致她所经营的小镇被他人吞并 等待她的结局将是异常凄凉 爱丽之书上映于2010年 这是一部夹杂着动作场面的宗教片 丹泽尔华盛顿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她特意减了50斤的体重 其中几场打斗的精彩场面 更是向李小龙的弟子拜世学艺而成 对于这样一部末日题材电影 你认为是否值得一看呢